在一起快两年了 这才刚分开多久 异地都不到半年 我和她的关系 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不可能每天 都跟她粘在一块 况且现在大家都有工作 以前的学校那种状态 现在真不是我想要的 是她变了 她现在的这些做法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觉得付出总得有回报 之前我就突出让了她 现在她这样的状态 我真的是受不了的 她就是这样 觉得都是我的问题 就连一句生气的话 她都能当真 她太伤我的心了 这好像又是一个 伤心欲绝的女孩子 她是真的伤心 还是来这儿 要讨个什么说法的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秦二十四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孙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职员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大学同学是吧 对 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一个学校的 是进了学校就开始谈恋爱吗 也不是就是大二下学期吧 那会儿就是过年回老家 同学聚会上边认识的 觉得聊得挺好 然后就加了个微信 就在大学的时候 你们都没见过彼此 是回家过节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也算是一种缘分 是不是 这毕业多久了 不到半年 毕业不到半年 怎么了 今天夏天毕业以后 他去北京工作了 然后我留在唐山实习 然后异地恋才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就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就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前两天 我俩又吵架了 然后我就说 你要是这么烦我 那咱们就分手吧 他就跟我说分就分 然后过了两天 他没有哄我 而且还给我发账单 给我要钱 发什么账单要什么钱 那个钱确实是我给他花的 他说在一块的时候 我花了挺多钱 现在分手了 让我把钱还给他 从大学那会儿 大家都没有经济来源 都是家里边给的钱 然后每个月的生活费 我几乎都给他花了 然后你自己不吃饭 我也吃 有时候没钱的时候 我又自个儿刺个画面 他给你账单记录 有多少黑账啊账 他就是那些给我买礼物 花的那些钱 就比较大一点的数目 他都寄了 买礼物的钱也要还 你送别人礼物 还在要回来的 也不是说就是要回来吧 但是毕竟给他付出了这么多 但是 不是 你跟 人家跟你没有付出吗 但是付出总得有个回报吧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 好歹我给他付出这么多 但是他不能到头来 就是说他先提的分手 小子你告诉我 你是以此来挽留他 不想跟他分手 还是说你真想要那个钱 我没有真想要那个钱 但是我给他花那么多钱 他到头来还跟我说先提的分手啊 发生了什么 就闹出要分手 然后又账单 伊迪远半年以后就是 他对我特别冷淡 之前刚开始分开的时候 我们俩商量好了 每天要视频 还要打电话 然后他刚坚持了一个星期 就一个星期以后就给我玩消失 微信发多少条都不带回我 他以前从来不这样 为什么 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两个人视频聊天也就算了 但是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他每天都是重复的那些话 我听着都听着腻了都 你都听腻了 每天都是问都说吃了没有 休息的好不好 每天都是这样 那你来点新鲜的呗 在学校的时候 他总是管着我 微信有一个头像不是吧 他那个头像就是 那个小女孩手里边算了个绳 然后我的那个就是 个条小狗脖子里边套了个绳 我现在我都觉得 就真的跟那个小狗一样 被他那么牵来牵去的 好 那你就跟他提分手呗 你都觉得自己是条狗了 在学校里 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 那会儿也没有出过对象 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就过去了 现在呢 但是现在我在这边工作这么长时间 我有了新的朋友 我有了新的工作环境 不是 你是新朋友还是新女朋友 你说清楚 就是新的朋友就是 他烦我 他就跟他前女友抱怨 我有一次去找他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他手机嘛 他跟他前女友的聊天记录 就抱怨我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天天管他这个管他那个 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 还是管他像犯人一样 他跟他前女友求安慰 然后他们俩一直聊聊生意 那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我跟一个普通朋友聊聊天 怎么的就不行 他们俩当时是高中的同学 他一直跟我否认说 没有在一起过 但是从我们俩好了之后 他们关系一直就挺好的 而且这次我们俩异地了 然后他俩现在在一个城市 我真特别担心 他说的是现在是在一个城市 他就算是现在同一个小区 也发生不了什么的